歡迎收看《優勢焦點新聞》 我是黃慧 一起來關心今天9月14號星期五的重要新聞 美國與中國渴望重啟貿易談判之際 雙方仍在各說各話 川普總統表示 美國並沒有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的壓力 中方才有壓力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則表示 中方確實收到了美方重新談判的邀請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12日告訴福布斯商業網 美國財政部長米努勤已提議與中方重啟貿易會談 而且美方接收到的一些資訊是中國政府高層希望進行談判 《華爾街日報》根據知情人士的說法報道指出 川普政府要求高級官員在本月稍晚與中方展開新一輪貿易談判 這為北京方面又提供一次避免美國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的機會 川普13日上午卻推文表示 華爾街日報錯了 我們並沒有與中國達成協議的壓力 他們才有與我們達成協議的壓力 我們的市場蓬勃 他們的市場卻在崩盤 我們即將獲得數十億美元稅收關稅 並在國內製造產品 若是我們會面的話 我們會面嗎?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則表示 中方確實收到了美方邀請 對此表示歡迎 目前雙方正在就有關細節進行溝通 川普政府一些官員表示 他們已感覺到 在美國今年稍早對中國商品開徵新關稅 並多次威脅 將採取更多關稅行動的施壓下 中方官員流露出更大彈性的可能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3日在例行記者會表示 自從上個月中美雙方在華府舉行腹部級經貿問題磋商後 兩國的經貿磋商團隊一直保持著各種形式的溝通 就各自關注問題進行著交流 南北韓共同聯絡事務所今天在北韓開城工業園區正式接牌成立 將成為南北韓直接溝通的窗口 雙方會在此就鐵路及公路對接 非核化進程和經濟合作等進行討論 南韓統一部長官趙明君 北韓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委員長李善權等 南北韓相關人士出席了接牌儀式 趙明君致此時表示 南北韓自此可以365天24小時討論南北韓關係等相關事宜 聯絡辦事處為南北韓溝通帶來新轉機 北韓官員李善權致此則表示 有必要加快落實關乎民族前途的板門店宣言 能在南北韓舉行平壤歷史性會談之前 啟動聯絡辦事處具有深遠意義 至此後 趙明君和李善權等人為聯絡辦事處揭牌 隨後前往三樓會場討論聯絡辦事處運作 並簽署交換關於聯絡辦事處結構及運營的協議書 雙方還計劃每周召開一次所長例會 南北韓聯絡辦事處是一棟四層樓建築 二樓和四樓分別供南韓和北韓使用 雙方將在這裡就南北韓鐵路及公路對接 現代化和山林合作等落實板門店宣言的具體方案進行討論 今後還將配合非核化進程討論南北韓經濟合作等問題 南韓政府表示 將是今後南北韓關係進展 將南北韓聯絡辦事處 擴大發展為在平壤和首爾互設的常駐代表處 台灣前邦交國薩爾瓦多的檢方正在調查 台灣政府早前提供給薩爾瓦多的捐款當中 約有1000萬美元 約新台幣3億余元可能遭挪用 用於支付執政黨的競選費用 薩爾瓦多檢察官梅蓮德斯今天接受電視訪問時表示 遭挪用資金來自台灣政府捐助的3800萬美元 約新台幣11億6700萬元 原本給予薩國外交部用於數項計劃 部分台灣捐款卻遭薩爾瓦多前總統傅內斯 用於協助他在執政黨馬蒂民族解放陣線的盟友 桑契斯打總統選戰 而桑契斯也順利當選 桑契斯是現任薩國總統 由於相關款項疑似是在前外長馬丁內斯監督之下 轉到總統府梅蓮德斯說馬丁內斯已經遭到約談 馬丁內斯是薩爾瓦多明年總統大選的執政黨候選人 馬蒂民族解放陣線政治委員會發布聲明 稱上述指控造謠重傷不負責任 馬丁內斯發表聲明中說 梅蓮德斯提到的那段時間她並不在外交部 12、13日一連兩個夜晚 夜幕下的舊金山市政大樓都變成了一個特別的電影放映屏幕 一個由美法藝術家共同製作的黑白短片 投映在市政大樓上引人矚目 一連兩個夜晚舊金山市政大樓外觀都變成了一個特別的電影放映屏幕 一個由美法藝術家共同製作的黑白短片《站立的行走》 投射在市政大樓上引人注目 這部影片於2015年首次在巴黎氣候峰會上亮相 由美國導演Daron Aronofsky與法國藝術家JR合作完成 影片動用了500位模特 象征民眾對各國在巴黎氣候峰會達成實質性的合作 表示深切的關注 片中每個人像都是獨立拍攝 然後通過數字技術合成 影片導演Daron Aronofsky是一位多次得獎的電影人 曾導演過影片《黑天鵝與搏擊者》 法國藝術家JR則是一位不願透露真名的攝影師 他經常把拍攝的黑白照片轉換為街頭藝術 本次在舊金山舉辦的全球氣候行動峰會 放映這部影片意在提醒所有參會者 公眾正在關注決策者的行動 今天是這次峰會的閉幕日 三天來全球氣候峰會召開 會場內外都遭到示威 示威者認為加州和全球領導者投入環保的力度還遠遠不夠 要求參會的政商領導人能夠做出更多環保承諾 灣區的公路巡警13日發推文 警告那些意圖以詐騙手段使用共乘車道的駕駛人 如果欺騙手法一旦被拆穿當場被逮 就會接到400元的罰單 東灣繁忙的四號公路上 一名駕駛人13日在車內放置一個假人 然後使用共乘車道 但被一名巡警發現上前攔查 當場揭穿 巡警當場向駕駛人發出400元的罰單 為了減少通勤時段的塞車 灣區不少公路都設有共乘車道 但只有兩名乘客以上的汽車才可以使用 巡警科瑞塔說 使用假人的手法並不常見 但也不是第一次發生 今年6月 南灣680號公路上 也有一名駕駛人被逮到 利用假人將車開進共乘車道 東灣康縣的巡警週四發出的推特警告說 那些假人不可能騙到巡警 你們用這種欺騙手段可恥 也不可能逃過罰單 昨天的全美職棒大聯盟比賽中 洛基隊以10比3擊敗翔尾蛇 蓄居國聯西區龍頭 在美網贏得女單冠軍的日本新星大阪直美 身價水漲船高 她將拿下阿迪達斯史上女性網球運動員最大合約 洛基隊的亞維納多 在首局敲出的陽春炮距離464尺 創個人最佳記錄 也賺進本季第100打點 史托瑞在第4局的二分炮 則把自己的名字寫進對史 超越圖羅威斯基的32轰 這發距離471尺的全雷打 也讓史托瑞成為本季 唯一敲出兩發470尺以上全雷打的球員 洛基先發投手費里蘭 則展現強投好打能力 不僅投出6.1局13分的優質先發 前6局僅被波拉克敲出全雷打丟1分 自己更敲出二安打 包括二局下帶有超前分的二雷安打 包辦勝投及勝利打點 在美網贏得歷史性的女單冠軍後 日本新星大阪直美身價水漲船高 年僅20歲的她將與運動大廠阿迪達斯續約 成為阿迪達斯史上與女性網球員簽下的最大合約 她平均每年可拿到850萬美元 大阪直美的最新世界排名已從第19升到第7 以上新聞由優勢頻道製作 感謝您的收看 也祝您有個愉快的週末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請お願意